为期两日的G20高峰会议星期日下午闭幕 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袖发表共同宣言 计划在未来5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自由贸易 提高全球GDP达到超过2万多亿美元 共同宣言还承诺加强合作 采出强而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并支持对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作出获制回应 奥特利亚总理阿博特在G20布里斯班峰会结束时说 所有国家将通过监督各自对刺激增长承诺的落实 而承担责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说 他过去一个星期都在亚太地区 证明是发挥美国领导作用富有成果的一个星期 他说除得的成果将代表着更多美国人将有工作 埋在一个更純结和更健康的地球 不单是在西非并且在其他地方拯救更多生命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虽然美国和英国是经济大国 但20国集团各个成员国都要将峰会通过的措施付诸实施 世界经济才会增长 卡梅伦说 欧元区经济低迷 乌克兰的局势和伊波拉造成的健康担忧 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20国集团占全球85%的经济 但受到中国、日本、美国和欧洲等的经济增长放缩的困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